主料,燕麦一半50克,面粉50克,玉米粉30克,主料,鸡蛋一个,石油40克,盐1克,蜂蜜30克,苏打粉1.5克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面粉,玉米粉,燕麦,蜂蜜,鸡蛋,碗中倒油,加入蜂蜜,用打蛋器搅拌,打匀,加入鸡蛋,继续搅拌,感觉到了油阻力, 继续搅拌,打直蛋液颜色变淺,加入面粉,加入燕麦和少许盐,加入苏打粉,拌匀,再加入韵米粉,一起搅拌均匀,将燕麦面团分成小剂子,放在微波转盘上,按平,成饼状,高火一分钟,饼中间凝固,万为有点湿,再放键炉内,低火烤半分钟,饼四周也干了,低火再烤半分钟, 取出翻面,放入炉内,高火定半分钟即可,同样的办法还做了一盘小点滴,烹饪技巧,一,如果担心燕麦太硬,可以选用粘煮的燕麦来做,二,喜欢甜味的可以加点白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